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曰 我們現在打成績百年的羈絆契約 這邊帶大家用剛結束合作的一趴大獎 冥界篇的星矢 同時也是全合作配置吳小強來通關 龍科幫我帶自己的神聖衣就可以了 那突破也會建議大家突破啦 如果你沒有突破或是沒辦法突破 記得進關前稍微算一下血量 好 第一關這邊不能手消水 這邊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把水放到這兩邊 然後 就是不要讓他轉更多水出來啦 無論如何不能把星放進去就對了 反正第一回合是絕對沒有傷害的 這邊就做一個基本攻吼 這邊的話我們用星珠來疊 我剛有說不要放那個 用光珠來疊啦 我剛有說不要放星進去吼 因為你星被轉成那個的話會悲劇 你星被轉成水的話會悲劇吼 就沒辦法回血了 那這一條血是50%盾 也就是說不管怎麼樣他會打你就對了 你看這邊現在水一大堆我就要想辦法去疊了吼 來這邊 OK 還疊得住吼 你有突破的好處就是這樣啦 你可以挨住他兩下 好來第二關這邊是首消指定八 我跟你們講吼 如果你們真的不想轉珠的話你就跟我一樣就是 應該說不想轉八糠啦 你就跟我一樣去把珠子做一波消 那下一回合龍脈儀會跳起來 就直接把第八桿開下去 無視他的固定連擊吼 這邊還沒跳沒關係吼 就三回合內有跳起來就 就可以了吼 他那個傷害很夠 所以不用擔心 可以看到我這邊都沒有去轉八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就算我不這麼做也可以很安全的過關 好來這邊把阿賴夜市開下去 那這邊我們就是去轉直行吃昇華了吼 因為他CD1在打過來 你在這樣子的情況下是會死掉的 所以我們就轉直行吃昇華 不管怎麼樣星矢的直行昇華一定要吃到 星矢的直行昇華太猛了吼 好這邊就直接帶走 來接著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有點莫名其妙啦 你就是一回合控給他就對了 儘管把你整版變新 然後要你手消三鼠全部吼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去把三鼠全部消一消 這樣子就好了 火珠三顆 木珠也三顆 好 看起來算容易吼 好這樣子不知道有沒有消到有 OK 好那這樣子的話就直接三隻一起帶走了 OK 來接著第三關 第三關這邊的話你如果怕鎖定的中間這邊沒辦法給你七康 你就把一灰開下去 好那看你要點拿兩隻行隨便吼 這樣子的話也會再幫你做一個加康的效果啦 好這邊是火以外剩5% 不過沒關係一灰就足以幫你灌過去了 欸還沒 好沒關係 一回合沒辦法灌過去我們就花兩回合 好那現在一灰的效果也還在 所以這一回合也還是會有天降的 好如果要拉高天降就是 順跟一灰的直行都去消 因為他們會在掉火星人牆下來 好這邊就靠一灰還沒A過去 還沒A過去 好那這一回合如果拉真的還是不行 我們就再把一灰變身開下去 然後 繼續去點三直行下來 那這樣子的話OK啦 就絕對OK了 因為這邊就是一個人在輸出而已啊 所以 比較難帶走是正常的 好來接著二血這邊 因為他防禦很高啦 所以這邊我會推薦大家用星矢來直接無視掉他的防禦 這邊就直接點燃他 然後 這個點燃是沒有轉屬的喔 所以你一樣就是拚木拚進去 啊如果場上缺木就用紫龍 就是你星矢開下去之後如果缺木就用紫龍 好啊我這邊就是在做一件事情 盡量去把光珠微微的切開 這樣子的話可以再拉高combo 好這邊就直接灌過去沒有問題 好來接著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的話就不要去手消光跟手消暗就好 啊如果這些珠子都太多的話 你就靠紫龍 這樣場上多數都是木了齁 再把它變身開下去 一定要開變身齁 星矢沒有消到種竹竹那個 真的很慘 就是開場大家都有看到了吧 基本上就是打不出傷害 所以我們一定需要藉由種竹竹 好這邊就直接灌過去 來接著王一這邊 王一這邊其實還蠻好玩的齁 冰河一個人就做得到了 啊不過這邊如果你服食有加護齁 你記得稍微看一下下 好我們先開冰河一技 好冰河變身 好變身的二技 這樣就幫你排好了 欸我看一下喔 現在水珠是一消啦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是抓水跟星去拼就好 要不然你就直接像我這樣 你看現在場上這樣子 一組兩組三組四組五組 欸剛好水就五組 我們甚至可以空轉齁 這樣子就直接達成了 但是就是你要注意要這麼做之前 看看你場上的加護符石分布狀態 你不要不小心一消跌到 然後結果加護也被你弄掉 那就尷尬了齁 來接著五屬強 先把星矢開下去 其實要不要變身就看你自己了齁 變身之後倍率比較高啦 那這邊的話就是 全力去轉你的高combo版本 看你學到的是哪一個 好啦這邊的話就是冥界篇的星矢